新闻的最后带你来看光丰地区农会和马台湾休闲农业区 共同办理的马台湾马上跑起来 公益路跑活动即将在10月23号开跑 当天除了是也有将公益路跑活动收入 全数捐赠给基督教门诺善务中心 一场不计时 美食好料任你吃的路跑赛 光丰农会是热情邀约大家 到时候一起来到场吃喝玩乐来响应支持社会公益 马上跑起来公益路跑活动报名截止 除了报名选手 各界赞助企业厂商业者也都准备就绪 10月23号和大家一起吃喝玩乐做公益 在这边非常的感谢 感谢我们的踊跃的报名与支持这次公益的路跑 也感谢我们很多的赞助的厂商的资助 我想这次活动内容 大概有分三公里六公里 三公里适合我们的亲子 六公里适合比较有挑战性 马滩休闲农业区近来都以公益伴桌 以及农民市集的模式 捐助地方慈善机构中心 今年第四年改变创新 以大众最喜爱的路跑运动为主 延伸串联各项资源 让公益路跑不仅是健康运动爱心公益 更是一趟在地农特产品的品尝体验 是有我们在地的一些美食 还有一些知名的小吃 在我们的补给站做补给 第二个我们有一个乡情传爱的暖暖市集 里面有很多我们在地的农特产品 一些文化的艺术品 第三个我们完赛的内容 完赛的奖品非常的丰富 我想报名已经截止了 这一次我们将我们所有的报名费 捐助给我们花莲的一个散幕中心 全数来做公益 活动当天除了将整个活动收入 全数捐给基督教门诺会散幕中心 另外现场也会有音乐会 小农事集以及DIY体验活动 二分三公里以及六公里路线的公益路跑 不计时沿途补给站的美食好料热你吃 也欢迎大家届时共享盛举 支持响应社会公益 记者是日月蓝光复采访报道